谈起成吉思汗后裔,人们可能会想到蒙古国或者是我国内蒙古的蒙古族人,但如果有人告诉你成吉思汗子孙在中亚,你相信吗?可人家哈萨克斯坦人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哈萨克斯坦和蒙古帝国有什么关系? 他们为什么要认成吉思汗做祖宗,以史为敬可以知心替,以人为敬可以名得失?欢迎订阅真正历史,2005年一部叫《游牧战神》的电影在院线上映,该片号称哈萨克斯坦影坛有史以来投资最大的电影,哈萨克斯坦政府为这部讲述哈国传奇君主阿布赖,赖故事的电影投资4000万美元,这部《游牧战神》虽然在叙事结构和节奏把控上仍显至能, 但凭借不计成本的实拍场景和战争场面,依旧是弘扬哈萨克斯坦文化,提升民族士气的诚意之作,不过对于我国观众而言,对本片最深的印象可能不是辉弘的场景,而是电影第一句台词《成吉思汗是我们的祖先》,这并非电影中的语病或者认知错误,事实上近些年来,哈萨克斯坦政府出台多方举措,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是蒙古帝国的继任者,如2007年,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 德国等国合资拍摄讲述成吉思汗生平的电影《蒙古王》,此片还提名第80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再如2008年,哈国中央银行发行特制的成吉思汗主题纪念碑,再如,2019年,哈国政府纪念蒙古四大韩国之一,金战韩国成立750周年,还修缮韩国缔造者, 贝尔纸巾,数次的陵墓更有甚者,竟然有哈萨克斯坦学者论证成吉思汗陵墓在哈国境内,只留下蒙古国和我国内蒙民众在风中凌乱,虽说成吉思汗陵墓身在何处是史学悬案,但哈萨克斯坦如此热切地贴向蒙古帝国是否有些太过刻意? 其实还真不,哈萨克斯坦确实是草原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哈萨克斯坦地区曾长期被西域诸国,回湖,西辽,花辣子摩等国家统治,13世纪20年代,蒙古大军开始西征,随着花辣子摩被征服,哈萨克斯坦成为最先并入蒙古帝国的地区之一,1225年,成吉思汗大肆分封,将征服的土地分给自己几个儿子,著名的四大韩国雏形出现, 哈萨克斯坦被划分给成吉思汗长子数次的金帐,即侵查韩国管理,这一局面持续到15世纪,随着金帐韩国的崩溃,哈萨克斯坦地区再度成为群雄逐鹿之地,在纷乱与融合中,哈萨克族逐渐形成,当时哈萨克斯坦地区被大,中,小三个玉兹韩国占据,始终没有形成独立国家。 之后,哈萨克政权始终在沙俄,蒙古准盖尔布和大清等各方势力间夹缝求生,直到最后被俄罗斯帝国吞并,由于历史上各个国家,仅有蒙古帝国统治现今哈萨克斯坦境内所有领土,所以从这种角度出发,哈萨克斯坦人将成吉思汗作为自己的祖先爷,并不为过蒙古征服花辣子摩, 十三世纪时,哈萨克斯坦地区被花辣子摩帝国及库曼人占据,而同在十三世纪初,成吉思汗完成了蒙古的统一,攻灭西辽,并在宇津和西夏的战斗中取得了多次胜利,以时威震亚洲腹地,作为游牧政权,蒙古民族十分需要商旅带来四方的补给和新鲜玩意儿,成吉思汗本人更是以善待商人而闻名中亚,花辣子摩帝国正好占据着东西方商路的中心地带,为了让商路畅通无阻, 占领统治中亚的花辣子摩势在必行,这就成为大汉发兵的一大原因,然而,花辣子摩国名虽然很文艺,但其实力可不可小觑,他国土广袤,财力雄厚,成吉思汗最初也没有想立刻与花辣子摩开战,还曾让花辣子摩的商队给他们的国王摩和末代去合约,我知道贵邦国大兵强,慎愿修好,我爱贵国之君,如父爱子,君当之我以征服女真,统治中国诸民族,战士如以智之众, 财富如金学之多,无需寄予他人土地,所望者,彼此修好互视为利,想正同也,原本,摩和末也同意此合约,但当他得知蒙古商队的富裕后,又食言而肥,垂涎人家的各种珍稀货物, 竟然将成吉思汗派往花辣子摩的四百人商队屠戮一空,这事发生在谁的身上都不会等闲事之吧,成吉思汗怒法冲冠,这才开始了对花辣子摩的征服,摩和末也算是作战经验丰富, 但是面对高机动的蒙古旗射手,以及成吉思汗经典的长途远征,分割包围的战术,依然束手无策, 1219年,成吉思汗派遣他的将领札木和率领大军入侵花辣子摩,蒙古军队以其出色的奇术和战略优势,征服了塔拉兹,进塔拉兹市,然后进军萨玛尔罕,进乌兹别克斯坦,不仅如此,为了震慑敌军,蒙古军队对萨玛尔罕发动了毁灭性攻击, 城市被洪水般的蒙古军队所淹没,超过一百万人被杀,史称萨玛尔罕大屠杀, 1221年,成吉思汗取得花辣子摩战争的胜利,摩赫末兵败身死,而后蒙古军队继续向西南方向扩张,征服了波斯地区,进一步巩固了对中亚的控制,正是从这时起,蒙古人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地区进行直接统治,除了哈萨克族这个突厥与系民族,蒙古国还有另一个突厥与系民族,图瓦人。 图瓦人长期被视为蒙古族的一部分,现在主流观点认为,图瓦人是铁勒人人的后裔,带有部分蒙古人的血统,蒙古国图瓦人有4.1万人,图瓦人主要分布在原清朝的唐弩乌两海地区,清朝灭亡后,外蒙古独立,唐弩乌两海被沙俄侵占,后并入苏联,成为现在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图瓦人也分散在蒙古国和中国,在中国,图瓦人并入蒙古族,但在俄罗斯和蒙古国, 当作单独的民族,图瓦语和蒙古语不同,和哈萨克语接近,但大部分图瓦人会讲蒙古语,图瓦人主要信仰萨满教和藏传佛教,作为游牧民族主要从事畜牧业,少量耕种农作物,在蒙古国统计国家民族构成的时候,曾经最大的少数民族的汉族却销声匿迹,外蒙古牧民主要为游牧经济,缺乏农产品,手工产品和日用产品等,蒙古地区有马市交易市场,但是马市的开始时间和地点, 都是固定的,缺乏灵活性,为了更方便牧民购买产品,旅猛商人产生,旅猛商人从小贩到草原第一商号大盛奎,应有尽有,满足草原牧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因为利润丰厚,大量汉人进入外蒙地区,旅居外蒙的商人主要分布在乌利亚苏台,科普多和库伦等主要城市,旅居外蒙的汉人商贩达到十万人左右, 这些汉人在和蒙古人的交流中学会了蒙古语,不少人和蒙古人通婚,融入到蒙古人之中,乌利亚苏台有千余家店铺,商民两三千人,老板和伙计主要是山西人,十八九二年,沙俄收集中国情报,既在外蒙西北重镇科普多已经有一百多家店铺,主要由晋商经营,库伦,现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 前路年间就有晋商商户两千余家,成为外蒙古晋商最多的城市,晋商主要以这三个城市为中心,向周边扩展,经营茶叶,瓷器,丝织品,及日用品等,二者有和渊源,那么哈萨克族算是蒙古人的分支吗?他们和蒙古人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哈萨克族应该属于蒙古利亚和高加索人的一个混合血脉,而蒙古作为主动融入性的一方,要是从政治和历史角度来说, 哈萨克斯坦也算是蒙古人在中亚地区的一个分支,现在的哈萨克族所生活的地区,最早可以追逐到当年蒙古人所建立的金帐韩国,蒙古的四大韩国之一,当年成吉思汗在建立一个蒙古大帝国之后,将土地分给了他的四个儿子,类似于中国的分封制,按照规矩来说,成吉思汗应该将自己的位置传给自己的长子,但是成吉思汗觉着大儿子数次并非他亲生,便将位置传给了他的三儿子窝阔台。 将草原的西部地区传给了大儿子数次,并且命令他西征,不过数次一生的军事成就比较一般,但他的儿子拔都,也就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成功拿下了现在俄罗斯大部分地区,还有哈萨克斯坦地区,并且在此地建立了金帐韩国。 巴兜建立金帐韩国之后,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便从蒙古地区大量地移民此地,并且让蒙古人和当地居民进行广泛的通婚,促进了蒙古人和当地人的融合。 经过两个世纪的通婚,蒙古人和当地人已经血脉进行了彻底的融合。 后来金帐韩国因为战争的原因开始分裂成不同的国家,其中数次的后代克列汉和贾尼建立了哈萨克韩国,也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的前身。 而在哈萨克斯坦内部又分成三个不同的部落,分别叫做大玉兹、中玉兹和小玉兹。 从这样的一个历史关系上来看,哈萨克斯坦地区确实有着蒙古人的血脉,但是不能说哈萨克斯坦就是蒙古人的一脉。 虽然当年在金帐韩国统治时期,蒙古族和当地的人民进行充分的血脉融合,但毕竟蒙古人过去的仍然是少数人,当地居民的基因仍然占着优势比例。 从人贸特征还有基因系统上,虽然说和蒙古人有着一定的相似性,但是二者还是有着本质上的大差别的。 因此哈萨克斯坦应该说是蒙古族与当地民族进行一个充分融合后形成的混血后代,不能说是蒙古的后裔。 在文化和以及宗教信仰上,蒙古并没有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哈萨克斯坦,包括哈萨克斯坦讲的并不是蒙古语。 同样,其风俗还有生活习惯和蒙古族也有着很大的差别。